狐狸精 狐狸瓶老公是吧 你谁啊 这不是老板娘吗 老板娘三个家常大小三 你干嘛不来破识 都成了不成了 这些照片 才二十几次就当总监 你有那么大的难吗 天天打扮了花生招展 你是卖热还是上班 你自己知道 原来她是靠这个上位的 我就说嘛 论资历 总监这个位置 怎么也轮不到她呀 就是啊 现在的年轻女孩 真不要脸 平时都是假正经 原来她是这样的人啊 哎呀来了来了 哎呀 这就是她真不知见点 老板娘 这些照片显示 我跟老板一起去了酒店 但我本人对这件事 完全不知道 我就知道你会剿边 也就是说 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老板带我开房了 对吗 对啊 喂 我要报警 我被我们老板迷奸了 报警啊 又急 哎 许三姐 你在说什么啊 等会儿警察来了 新照片就能证明 是你老公 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迷奸了我 小姐 小姐 你说 照片是你拍的 那时候她清醒的吧 李哥 原来照片是你拍的 那你一定要帮我作证啊 我 你不要怕 等会儿警察来了 没人敢不让你说 你帮帮我 到底什么情况 对啊 怎么回事啊 就是 小姐 你到底看不看见 我 我是胡说八道的 胡说八道 照片可不会胡说八道 李哥 你是不是不想替我作证 可怜我一个小女孩 年纪轻轻就被人遭残了 对啊 三姐 事情到大了 对你名声也不好 你赶紧打电话给警察说 你打错了 没关系 警察会替我讨为公道的 李哥 到时候可别知情不报啊 我承认 是我今天女生局 才在公司苦说八道的 我也没看见老板那你去酒店 照片 照片是照片的 是吗 大家都听到了 怎么是这样的人 居然造黄条 真乱信 嘿 真不是男人 老板 被开除了 我还要告你废话 等着说我律师函吧 是吗 三 二 一 下班 待会大家几分钟时间 开会 又下班时间开会 就是 还四万额的四本家 孩子希望大家多能 许三七 开会你看什么呢 劳动法 老板 这里我读不懂 帮我看一下 哪儿不懂啊 第九十条 违法延长公使的法律责任 哎呦 你妈 开会要条重点奖哦 那我长话再说 这周末我们团建 你们谁有问题 周末团建 疯了吧 我 嗯 没问题 我有问题 你能有什么 建设性的问题 说来听听 团建为什么非得周末啊 工作日有工作 发工资的 当然不能团建了 那团建不给工资 所以不算工作了 这 我 我 哎呦 既然不算工作 就不能扣工资 不扣工资的话 那我就不参与了 好 呀 多吃点 祝你玩得开心 小李 你多买点 哎 不对 好你个徐三七 三七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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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徐三七 你这个表情啊 是对我的安排不满意吗 没有啊 要我成功做日趋团建 我一个人上班 算你了 别哭散着脸啊 再这样扣你工资了 你这什么意思 要不是吃烙料 薄炊 我根本就笑不出来 你给的工资 也只够我笑这么久 走吧 我们去森林环岛有氧漫游 耶 不就是骑进车嘛 不 啊 啊 让我一个书女 天天跳这 真是果分 就是 好了好了 我就是希望 大家把公司当成家 这个徐助理啊 你 赵总你继续 我那家就这样 十三七 一上四 八块三百 怎么不出啊 徐助理你干嘛呢 我打印资料 但是打印资好像坏了 谁干的 哎呀 原来是连到您办公事了 谢谢老板 徐三七 你真把公司当家了 罚款五百 反正这个月 我已经没勾字能付了 哎 最近附近才开运动会 为了做好东到主呢 我决定 把我家重新装修一下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向来主张把公司当家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过最近 资金转转不开 所以 行了 都赶紧回去工作 昨日今天晚上加个班 必须把方案给我 最新资本家 又要无偿加班 你结束后 给大家三倍加班费 放假半天 老板你怎么说嘛 老板你干嘛 没事 干得不错 你忙 你忙 真转性了 你新老板 上班好我工作 下班那儿要好好玩了 往里走往里走 往我看办公室就行 小心点 徐三七 你又在干什么 你不是让我把公司当成家吗 我 徐三 对了 我现在要休息了 请你陪我家休息 拜拜 徐三 师傅 还没到地方呢 您停车干嘛 不好意思啊小姑娘 系统自动给我接了下一单 正好顺路 我把它烧上 我先把你这单结束了 哼 师傅 我这也不是停车呀 嗯哼 它是上一单的 前面就到了 好吧 师傅 这路线不对吧 怎么越走越远了 等停车嘛 就算是上下班高峰那条路 也从来没有堵过车 而且看这路线 再往反方向开 这司机不对劲 美女 美女 你去哪里呀 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啊 我也经常去那儿 给你看 我还在那拍过照呢 不好意思啊 刚录下有个坑 没知心 师傅 能不能先停下 让我们去个厕所呀 我有点急 可以啊 前面路口去的厕所 你要一起吗 嗯 还好你留了个心眼 谢谢你啊 没事 呃 但是我真的有点 上厕所 我有点害怕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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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她怎么会对这里这么熟悉 直接竖掉我的订单系统就会显示我已经下车 刚刚专条没有监控的小路走 后上车的女生根本不是拼车的 她们是头户 现在储蓄肯定会撞上那个大树 你好了没 你走吧 嗯 我快好了 你还没好吗 还没好吗 你要走了 你人吗 怎么了 过头了 三七 结婚这么多年 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跟你想求婚 宝宝 嫁给我好吗 嫁给他 嫁给他 多么反省 眼前这个满眼爱意望着你的男人 不久前出轨了 宝贝 这样你喜欢吗 讨厌 这样你喜欢吗 这样你喜欢吗 这样就是九十五三起就准备了这个呀 怎么 你不喜欢吗 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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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放开我 别碰我 你听我说 离婚 离婚 吴嘉玉 我要跟你离婚 离婚 离婚 你做梦 现在离婚 破多大损失啊 他就是你上次半夜去见的女客户吧 你可真是爱了 竟然信了你的鬼话 天下就没有不撒谎的男人 我撒谎是因为我爱你呀 是 出轨是我的错 可出轨也不妨爱我爱你呀 就算这一天都没发生过 乖 我们还是因为爱的福气 不好吗 加油 别生气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赶紧接戒指 老板娘你是不是害羞了吧 有房有特有颜值 老板娘可真有福气啊 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很爱 这个婚礼 注定了 好 哇 来 亲一个 来 亲一个 亲一个 哦 来 我们拍个照吧 顾佳玉 我不仅会跟你离婚 还会让你净身出户 好啦 好啦 结束 颜据搜集的越多 越能让渣男静身出户 这个没玩过吧 我可是很厉害的 谁说我没玩过啦 PK吧 那待会我输啦 可别酷鼻子哦 老公 这个有心结好久没玩过啦 咱俩PK吧 多大人了又不幼稚啊 赶紧回家 原来你说的幼稚 适合我最后一生的幼稚 还试着脑袖 说好了 我来了 脑袖 你手上的证据还不够 你要干什么 我们分手吧 不管你信不信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他已婚 我是被小三的 他骗了我 伤害了你 我们合作 和他一直在想 老板您好 家豪不跟我离婚了 为什么不愿意离婚 我放手让你跟他过 不好吗 现在离婚 我会损失车子房子 菜说 建立时这个家不容易 二婚二十又好利 不划算 原来如此 你放心 我已经跟他分干净了 以后呢 我们俩好好过日子 签了吧 三七 你可真知足啊 以后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吗 房子车子都归我 你净身出户 哈哈哈哈 我净身出户 你凭什么 购鬼 家暴 这些证据不够了吧 你怎么在跳 我是来证明你出轨 你 老板今天出轨了 你了 老板今天出轨了 老板今天出轨了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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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 滚 滚 你干什么呢 三七 我爸已经欠下这款被抓起来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已经没有钱了 女儿 你救救我 我赌费现在 他们又抓我 我只能找你了 乖女儿 爸 爸 所以你就选择这种方式 你也太傻了 你快问问叔叔还差多少钱 我帮你想办法 好 怎么回事啊 我手机怎么不受控制了 你这应该是中病毒了 最近有谁碰过你手机吗 没有啊 哦 那天 你好 小姐姐 我们是做街头采访的 您方便给家里人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吗 不好意思啊 不方便 拍摄结束我们会有一个小礼物送给您的呀 好吧 是给您父亲打电话吗 对 我们拿话筒收个音 好吧 好了给您 怎么了女儿 爸 他经常在那采访 没什么问题吧 我知道了 你好小姐姐 我们这边是一个亲情栏目 需要给您的家人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就会是小礼物的 好啊 我们收个音 好了给您 证据到手了 你说什么呢 专挑单身女性下手 先以小礼物吸引她打电话 在你收身为由植物病毒 之后 你们就用麦克风收集到的声音 模拟她家人骗钱 你炫不坏人 送警察局 我是变异137 强哥你放心 站住 别跑 别跑 就是她 您看一下 和您长得极其相似 夫人脑神经受损 失去了记忆 真是废物 总给我添麻烦 你竟然还敢动我 阿姨 你谁啊 阿姨 你疯了吗 她可是你婆婆 婆婆 你疯了 虽然你失忆了 规矩可不能忘 以后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做饭 我们吃饭时你不能上桌 我们吃完了你才能吃 还有 小屁贵嘴嘴嘴 什么饭要早上四点起来做 起得比公鸡还早 吃了还全息啊 还不能上桌 说什么年代了 可能C是老回来的 等你们先吃完 吃饭又不是让座 需要照顾老弱病残 你说什么 你妹 你也太不懂事了 你懂事 那你来做好了 你 李彦震 你怎么变成这样 这些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 看什么 放个大处理啊 看我不打死你 这怎么这么熟悉 站住 既然你失忆了 那就请你代替我 过我的人生吧 果然是极品身材呀 你是谁 你别过来 这么腿 你别碰我 别挣扎了 你想靠近把你递给我还债了 别过来 这钱要留着给我妈吃饼 不能让你拿去赌 我不是要你的钱 宝贝 今天是我们恋爱三周年 我知道 我曾经侮辱歧途让你担心了 不过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欠下的钱 我也会打工还的 宝贝 我会重新做人 好好赚钱 相信我 我不会再让你失望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为了庆祝我们新的开始 干杯 臭娘们真好骗 是他 这腿真好玩 等等 我可以配合你 但是就这一次 然后你要分我走 那要看你表现了宝贝 等一下 你不把绳子解开 我怎么陪你玩啊 嗯 还是你想不周到 你别逗你 你别逗你 你别逗你了 说 祖哥最近在哪发财了 这么潇洒 我把那个臭娘们 送给你债了 哎 你这么多钱啊 嘿嘿嘿 比如啊 这你都适得了 谁让那个臭娘们 整天空送送我 我还不上债 都是他的负贝 同时他欠我 不如生鼠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贷 一滴这么久 一定要给他给珍惜 好厌啊 渣男 居然敢背着我偷星 三千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作为你女朋友 生日那天我不该来吗 女朋友 你不是说你单身吗 三千 你不用解释了 不用解释了 你肯定说是这个贱体所勾引的你 对对对对 都是他 啊 不是 都是他说的 你又犯什么东西 紫衣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人 你一定是这个狐狸精 迷惑了你 说谁狐狸精呢 你自己不也是紫衣口罗黄脸和工作狂吗 我 我 我没有这么说过 都是他自己说的 黄脸活 还敢这样说我 说你就说你 还超日子吗 小妹 这点我的姐姐先回去好不好 紫衣别被骗了 年纪轻轻破坏别人感情真惹些 管不对象 放出来骗人 你有什么药 自己眼神不好 别怪别人 彼此彼此 咋 好 我知道我错了 男人不自爱 就像烂白菜 这样的垃圾不要 你不要 那我也不要 你以后别再垃圾桶里长得下了 你也是 要不 吃喝酒 我请客 不醉不归 走 就他了 今晚消费的提款机 直男配渣女 有意思 帅哥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啊 不健身 不买房 有保险 我是说 别让我再见到你 因为见一次 喜欢一次 我定客 很角色啊 哥哥 外面下雨了 你能坐我回家吗 我鞋子沾不了水 酒喝完了吗 该回家了 你怎么来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别开这个破车出来 容易招苍蝇 这位姐姐 是你女朋友吧 看样子就知道 一定很贤惠 原来哥哥喜欢成熟的 他呀 挑女朋友就像吃东西一样 但凡那种没熟就想上桌的 他就嫌兴 哥哥 姐姐好像不是很喜欢我 我就是想让你帮个忙 姐姐要是不愿意 我自己走回去就是 要 那妹妹可要小心了 外面坏人多 你行 老板 我表现得不错吧 你说创哪出啊 动物世界 抢吃的